大家好 今天為您介紹這一個是 青島社的 Torallo 這個是盒繪 那目前這一盒是要替客戶代工的 那首先看到的是 輪胎交胎的部分 我蠻喜歡越野車的 那只是做模型的話 倒是挺少做到越野車 那這一個是 零件的部分 那我今天 也會做稍微的開箱 那這是車身的部分 因為這一盒也算是 連帶蠻久遠的模型 那不過製作上來講還算蠻細的 那這個盒會呢 也算是重新再 上色包裝 重新核廢的包裝 那這是透明件的部分 零件都還算不錯 好 再來就是電鍍鍵 那電鍍鍵的話 我通常都會把它去掉 用漂白水 把電鍍鍵的那個表面 電鍍去掉 這輪框 這輪框一樣 我也是會把它去除 之後再重新上色 這水貼 還蠻豐富的 這車筆盤 底盤的部分 零件 說明書 說明書 有衩可 有衩可 像還蠻 有衩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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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衩可 有衩可 用衩可 用衩可 有衩可 這車筆盤 接著 再来就是把零件把它透明包装拆开 一一的这个拆盒都没有看一下 这底盘传动轴的部分 底盘 签包先擦金属的部分 货带包先擦金属的部分 這又是另外一組沒有墊墊的框 它有分左右兩邊的那種中控台 這是四類的 雨刷又分左邊右邊 酒駕又強 卡鉗的部分 碟盤的部分 被它蓋 滑旋桿 左右邊的那個車內 車內板 那它這個部分有兩片 那有一片是不要使用的 滾開 橡膠的房間 今天大致上就分享到這邊 那之後我們會做完成品 做完之後 完成之後我們再做一個介紹 那今天就大概分享到這邊 感謝我們的資材,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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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